你去刷牙洗脸啦,你去上厕所洗澡啦 他熟了,他自己跑出来 这个是鸡蛋月来的 OK,你看,小姐好 你看,他重点呢就是鸡蛋熟 哎呀,这个鸡蛋,哦,我们这样拉起来 如果没有的话,你用倒的 好不好 没有那个,那个,那个statistic 重点呢就是这粒鸡蛋 它熟的恰到好处啊 这个鸡蛋有没有,它不会老老的,你明白吗 嫩嫩的,你看,哎呦耶 嫩嫩的,有没有 好像那个火包版一样,有没有 好像那个半生熟 对不对 它的口感不一样 有没有 所以非常的好 只是说它现在,它还热吗 我马上切掉,有没有 它就比较水 但是呢,如果你切,你等多一下它就会比较硬了 冷了,要冷的 不是冷啦,就是说比较凉啦 比较降温的之后,对 所以呢,我跟你讲,今天这个料理机啊 你拿了回家的时候呢,只需要 把鸡蛋放在里面 把各种各样的食物,有没有 放在里面了之后 你就可以轻轻松松 简简单单的做这个早餐啦 有没有 还有呢,刚才有一个妈妈讲的 她说,哎呀,做好了这个,有没有 让小孩子带去学校啦 有没有 有的时候,家人下午啊 要那个high tea有没有 high tea有没有 哎,对 下午要喝茶的时候 吃点心的时候,有没有 做一做这个点心喔 对 最重要的就是呢,健康 非常非常的健康,非常容易使用 没有技巧齁,你看再看多一次 只是要用的时候呢,你就要给它放 油 你看 一 二 三 我在这里呢,只是用了三滴的油 以前在家里呢,我们的习惯就是咯 买一瓶小小瓶的油,有没有 对,就是这样倒 你这样倒,一不小心,哇 很多的油 油吃多好不好,弟弟 不好 对,你看 小孩子都知道 油吃多的话呢,如果有好处的话 你不要拿去炒菜煎鱼了 你拿去喝掉就好 可以吗 对 所以那今天呢,你给它注意看 放了三滴的油,有没有 对 对,现在呢,我就把这个鸡蛋 这个鸡蛋准备好了之后呢 你给它注意看一下 对 我呢,就把这个鸡蛋 敲了放在里面 诶,就这么简单,这么方便 在家里呢,如果呢,你有这个竹签 有没有,有这个竹签 你可以把你要 材质都可以自己做 这个哦,这个sate,sate 好像sate一样,有没有 诶,可以进去 好了,对 不要去顾我的 不要去理会它,不要去管它 有没有 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呢 放了 放了食物 你不要懂得煮 你不要懂得用啊 你不要去顾我的咯 对吗 对 以前哦,你在家里呢 你煎了这个,有没有 煎了sase 你煎了这个 再煎蛋的时候很低 哇,油油的 你的头发也油油的 衣服也油油的 对吗 所以有一些人啊 他比较喵的 比较挑剔 他没做的咯 哇,他的厨房 装修得很漂亮 有没有 没有煮过的咯 为什么 怕油啊 对吧 所以呢,今天呢 我跟你讲 用这个有没有